就是这一纸公告 4月12号 一所大学校方发出了这份公告 要大家丢垃圾 别再不分类了 知名论坛的校版上 则有人留言表示 每次想丢垃圾 结果两个垃圾桶都有回收 也有一般垃圾 无奈不知道该怎么丢 也有其他网友表示 回收桶的标示不是很清楚 宗教每一层的垃圾 大家也都没有分类 看阿姨在那边 一个一个挑出来分类 真的很难过 而这份内部公告信 除了在4月12号 发送给全校师生外 5月20号又发了一次 但在学校官网上 却不见其踪迹 一手大学内的垃圾分类失败 背后的原因是因为 垃圾桶未能善进 标示或者满足丢垃圾的需求 亦或是 单纯的教职员 与学生的素质有待加强呢 但眼下最重要的 相信莫过于不要让环保局 把垃圾车收回去 记者陈黎约 杜坤燕 杨博祥 郑仁杰 陈倩怡 孙启和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Jesús